昨天跟大家分享一道酸菜鱼 有17万人喜欢 你们知道吗 那一盆酸菜鱼 其实我还留了一块肉 来教你做一道 比鸡米花更好吃的香酥鱼柳 只要认真看完 你在家可以照着操作 有个朋友说 你好好教做菜 不要刻意向大家要红心 不然这样很环感 我认为你讲得很对 只要我作品对你有帮助 那才叫真正的有意义 昨天的水煮鱼 鱼片那么少 竟然没有人发现 在这边还是一样 首先把它的皮给去掉 刀的力度往下压 平高向前走 基本上做菜 首选黑鱼 因为黑鱼的肉质比较紧密 刺香绿来说 也比草鱼更少 比较厚的地方 把它片薄一点 再来切成条状 记得切的时候顺向切 不要横向 横向切的话 肉质很容易爆开 准备好葱和姜 加水 抓出葱姜汁用来腌制 调料加盐 胡椒粉 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抓拌的时候 要顺向搅拌 越抓越有链性 这样才会入味 鱼柳的表面有链性 可以直接沾上面包糠 酒店的做法是 拍生粉 剥蛋液 再沾上面包糠 其实再加做 简单就好 家常菜 就得家常做 比较实用 拿来一双丝筷子 测试油温 放下去 立即冒泡 说明在六层左右 这个温度 适合用来炸东西 那些教你伸手 下去测试的 都是缓教材 不要相信哦 教做菜不讲细节 简直就是耍流氓 你说呢 我的主页一千多道菜 都是这么详细讲解 你点个头像 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 不知道吃啥 做啥 随时可以来这边 找灵感 学到 就是你赚到 中火炸三分钟 至表面微黄 就可以捞出 配上你爱吃的 沙拉酱 或者番茄酱 就OK啦 过年的时候 做这样一道菜 给家人吃 满满的幸福感 装机保存 用的时候才不会 找不到哦